工尾直播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今天有个人给我聊一个话题 就是他们说他们的阿里这个工尾直播效果特别好 然后放在TK话工尾直播效果不是特别好 我想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们平常的话 FB这个阿里我们都会去直播 阿里直播我这个体现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是三星期店铺后来变成零星了 让这个店铺流量更好 其中比较笨的一方法 就是我们每天对着这个摄像头对着自己 从早上到公司就直接开始对着播 一直播到下午然后对着真人去直播 在整个的过程中纯拉市场 在第一周的时候每天也都是零人进人 到第二周的时候开始陆续各位说 到第三周就是第三周 然后时候就开始 每天都是这个十几个二十几个进人 并且他这个标签 根据你一个店铺的整体这个情况 他会慢慢推的人也都非常精准 因为我们在第一周看到的时候 明显就是没有人跟你聊天 因为零人嘛 到第二周是陆续进人还是打广告的 在第三周的时候我们发现 确实在强拉市场的情况下是有用的 但是这个东西拿到提供到底有没有 我想分两个层面 第一是这个C端 第二是B端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B端的 C端如果说你成交密度不高的话 你这种纯拉市场意义不是特别大 除非说你是在拉的过程中 你到后期你比如换一个网络 然后同时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IP 这个的话会有个大的改变 否则话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你没有重招密度 没有互动密度 你就死了直播间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账号就是 几百人在线 最后都变成告数在线 因为号权重也没有 天天发视频只是保证 让他这个账号是属于活跃状态 但不能保证直播间进的流量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B端客户 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播 你看他是国外人 他看你也是国外人 就是有种兴趣感 我尝试过就是对着这个键盘播 对着奇迹怪的播 这个停留都要比较好 所以说在这种层面的话 他会有一个效果 就是你把你账号塑造成纯笔一段的 这样的话你就 因为老外是习惯进主页的 你把这个东西包装好的话 就是进来的人会去主页看你的 无非就是对着你说 你看进人物 welcome to这个home page 就这么简单的话说 这是一个正向的 如果说你真的 那有些你的品质的不行 你硬播的话 没有太大意义 还不如是对着自己 随便播呢 这个是适用于B端的 所以说TK这个工艺直播 我个人认为是在B端层面 体验的是淋漓尽致 非常好 然后放在这个C端的话 价值意义不是特别大 可能很好 账号都会被你搞废了 因为你对着 等于是对着空气播 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 大家可以去综合考虑一下 を乱点 不要痪